第二天就说 他们要我签一年的契约 我很惊恐 就说怎么会是一年 你不是三个月吗 妈妈学生说法 自家儿子受困受骗柬埔寨 当初说好只去三个月 回来就能买重机 想不到才到第二天 就被逼签一年份的卖生器 想了千百种逃跑方式 却都难逃人蛇魔爪 跳楼然后然后要出去 他说要走两天的路 我说拜托你 你还没走到 你人就被抓走了 母子两做困愁成 因为当地诈团 不仅逼迫洗钱更洗脑 他们早上都会做精神喊话 我们要为公司 为家人 要打拼 那么打拼就是奴隶去诈骗 那边的人都被洗脑成 诈骗是应该的 当地人蛇软硬兼施 让不少被害人难以脱逃 妈妈最后在7月8号 找上统促党总裁张安乐协助 而自7月31号幸运获救 却遭扣押三个多礼拜 18号才平安返台 在千百世 连台湾的办事处都没有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拖三个星期 才能够让孩子拿到入国证明 最后还要贿赂 这个移民局 才把这个入国证明给他 政府救援不力 连一条平安回家的路 都无法保证 恐怕只会让国人继续担心受怕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baby、儿童、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